春夏除了短袖短褲,你還可以... 這樣穿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紫蘭斯佐的頻道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張圖 這張描寫台灣四季變化的圖在日本的推特被瘋狂轉發 因為台灣在春天還有秋天的天氣變化真的是太尷尬了 在這樣不穩定的天氣裡面,有一種穿法是非常實用但常常被大家忽略的 那就是長袖配短褲的上長下短 除了常見的短袖搭配長褲之外 上長下短其實是一個更休閒更有街頭感的一個搭法 也是近期流行的City Boy風格常常使用到的搭配方法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四種非常實用的上長下短搭配法 那不管你是跟我一樣超級怕熱的流汗狂人 或是沒有辦法常常買衣服的小資族 這四種搭法裡面至少會有一套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在分享的過程中我也會推薦一些值得購入的單品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來介紹上長下短的第一種搭法 那首先第一種搭法是四套裡面最簡單的搭法 那就是長袖T-shirt搭配短褲的直球對決 這要穿到我選用了未知領域的竹節綿長袖上衣 搭配來自K-Sim的3M反光籃球褲 這要搭配的優點就是簡單易懂 就跟夏日的短袖短褲一樣 只是把上半身換成了長袖 適合第一次嘗試的新手 不過缺點也很明顯 就是這種搭法在炎熱的夏天真的是穿不太住 你可以選擇在長袖裡面再多一件短袖的內搭 等天氣熱的時候就把外面的長袖脫掉 又或是一開始就選擇輕易透氣的長踢 像我這件來自未知領域的長踢 就是屬於輕薄透氣的類型 在材質上選用了透氣的竹節綿 搭配了蠟染的上色工藝 另外袖子的部分也做了低調的假兩件設計 整體藍灰相間的效果 加上袖子的拼接在視覺上非常有層次感 整件衣服在版型、材質還有設計細節上都是充滿驚喜 如果上半身只有一件長踢的話 選擇一件風格強烈的單品 可以有效提升穿搭的質感 那因為我真的是超級怕熱的流汗狂人 褲子的部分我選用了K-Sim的透氣籃球褲 其實就是我第一次嘗試球褲類的單品 原本擔心這條褲子會不會太過運動風 但實際上升之後發現 因為它的材質是帶有硬挺度的亞光尼龍布料 而不是一般籃球褲常見的柔軟垂坠感 所以可以輕鬆的融入日常的穿搭 這件短褲大概是膝蓋中間的五分長度 內裡有做了大面積的網布 搭配底下的3M反光線條 讓這件短褲在保有透氣性的同時 外觀上也是一件很有質感的運動風單品 其實簡單的長袖還有短褲 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呈現具有接頭感的上長下段組合 這種簡單的搭法其實只要單品選得合適 就不太會需要擔心炎熱的問題 甚至在變冷的時候也可以把長梯換成大雪梯 來呈現類似的風格 再來第二種搭法呢 是四套裡面我認為最有潮流感的搭法 那就是長袖的襯衫搭配短褲 這招穿搭我選用了一件寬鬆的古著枝條紋襯衫 搭配一件JKS的黑色工作短褲 比起第一種搭法的長梯 襯衫在風格的多樣性上又更廣泛了一點 你可以選擇素色襯衫、條紋襯衫、格紋襯衫 或是單寧襯衫等等 當你把扣子扣上或是鬆開 兩者呈現的風格又不太一樣 我身上的這一件藍色條紋襯衫 是我去年在果卓店挖到的寶物 我記得是去年換季活動剛好有馬医送醫的優惠 我那天在店裡翻了超級久 終於找到我身上這一件還有另外一件超級馬医的襯衫 總共只花了700塊 等於這件襯衫我只花了350就入手 CP值真的是超級高的 這件襯衫雖然是2XL號 但整體輪廓寬鬆的同時 衣長又不會太長 上身之後可以維持不錯的比例 如果你選擇的是比較偏合身的襯衫 可以往寒氣或是休閒輕震窗的方向去搭配 而選擇寬鬆一點的單品 則可以呈現一種日系或是美式街頭的風格 襯衫搭配短褲的好處除了風格多樣之外 在氣溫變化大的換季季節 你可以用穿脫襯衫的方式來快速調節溫度 脫下來襯衫還可以綁在腰上或是背上 來呈現另一種的層次搭配 剛好影片上架的最近也是各家富士店開始換季的季節 我會推薦大家趁著這個時候 去你家附近的古著店逛一逛 通常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入手造型特別的襯衫 接著第三種搭法是第一套搭法的加強版 那就是長袖配短褲之外 在最外層再加上一件外搭 這套穿搭我選用了灰色的長袖速踢打底 搭配UNIQLO還有JAL VANDERSON聯名的深灰色短褲 最外層再用一件BORHOOD的薑黃色土踢作為外搭 而這種搭法是今天四套裡面最需要技巧的一套 想要搭配好的話 在單品的顏色輪廓還有尺寸挑選都需要下一點功夫 這邊我推薦給大家兩個簡單的小技巧 通常拿相近色系的單品來搭配是最安全的 也可以用外淺內深的方式來選擇顏色 例如黑色的外搭加上白色的內搭 或是深藍色的外搭搭配白色的內搭等等 這套上半色的部分 我選用了灰色的長袖搭配薑黃色的短T 剛好也符合了外淺內深還有顏色相近的技巧 至於在版型還有尺寸挑選的部分 記得內搭的長袖它的袖子一定要是夠寬鬆的 不然其實會很容易穿得像棒球裝一樣 我會推薦選擇袖口有螺紋的長袖T恤 在手腕處的堆積效果可以讓整體的風格更加休閒 再來是外搭這件T恤 記得一定要選比內搭大一兩個十吋 如果不知道怎麼挑選版型 我會推薦選用寬鬆的五分袖來作為外搭 像是最常見的Arizen五分袖 都是一開始在嘗試上長下短的穿搭 價格親民的好選擇 如果聽完剛才的分享 還是不確定要怎麼下手的話 我印象中很多韓國品牌都有出這種夾兩件的設計 顏色還有版型都直接幫你配好了 可以直接套一件就達成上長下短的穿搭風格 最後第四種穿法是我最推薦給新手還有小資族的搭法 也是CP值最高的搭法 那就是短袖短褲再搭配一件長袖的外套 這套穿搭我選用了基本的白色素T作為搭底 搭配一樣是J.Lavenderson的聯名聲藍色短褲 最後再套上UNICORE春夏U系列的工作牛仔外套 至於為什麼最推薦這種方法給新手呢? 因為大家的衣櫃裡面應該都會有短袖短褲還有幾件外套吧 在還不確定風格適合自己之前 你就可以用衣櫃裡現有的單品來嘗試上長下短的搭配法 如果你的衣櫃裡本來就有不同風格的外套 像是襯衫外套、牛仔外套、飛行外套 就算不買新衣服也可以搭出很多套不一樣的穿搭 這套上半身選用了白色素T搭配U系列的工裝牛仔外套 那因為之前的影片都介紹過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之前的U系列開箱影片 為了呼應外套的單領原色 下半身我選用了跟第三套一樣的J寮貝短褲 但換成了深藍色 用深淺不同的藍色系來呈現富有層次感的穿搭 這件褲子除了腰部有我非常喜歡的雙打折設計 他選用的藍色也是非常有質感的灰藍色 可惜這件一樣是去年的款式已經絕版了 如果你想要找風格類似的短褲 也可以參考我之前那隻J寮貝今年春夏的開箱影片 那這種搭法基本上沒有太多的技巧跟限制 只要選擇自己喜歡的長袖外套 每換一件外套就可以輕鬆搭出不一樣的風格 而且如果你是買了長袖T恤 到了炎熱的38度 應該還是毫無用武之地 但外套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著用的單品 夏天可以在室內著用輕薄的外套 所以這種搭法也是我覺得CP值最高的搭法 垂景給想要嘗試上長下短的穿搭新手 那說了這麼多影片的最後我們來做個總結 上長下短的穿搭主要可以分為四種分別是 長袖T恤加短褲 長袖襯衫加短褲 長袖內搭加短褲再加一件外搭 最後是長袖外套加短褲 不知道今天介紹的四種穿法裡面 你最喜歡是哪一種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影片的最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發我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